大家好,我是大伟 欢迎大家收看Knockout从入门到精通教学视频 我们今天是最后一课,我们大家学习第13课 好,我们本节课的内容继续是开发类似于微博首页的页面 我们上一节课已经定义好了核心的数据模型 这一节课我们主要的就是来编写HTML的结构 然后将ViewModel当中的数据模型绑定到HTML结构当中去 以及定义一些事件来使整个页面的业务逻辑可以跑起来 好,我们接下来就回到代码界面去编写这个页面的HTML结构 首先我们是编写发送微博的这个输入文本的文本框 以及发布的按钮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显示当前还剩下多少字可以去继续编写 这样一个提示的信息 首先我们用一个DIV标签把它标起来 这里我们文本框使用TextError 然后在TextError下面再加上一个DIV的标签 左边 显示还剩下多少字 默认先显示0 再加上一个button 发送按钮 发表 好,我们定义一下这个DIV的样式 高度设置80 宽度设置500 文本框 我们也设置它的样式 好,我们这里重新设置一下 DIV的高度我们设置不设置 而那个文本框的高度我们设置为80 宽度设置为100% 也就是500 这里的P标签 我们让它浮动居左 button的表现去右 我们保存一下代码 然后看一下页面的效果 好,我们这边看到样式基本上就是这样 但是这里P标签的样式 还需要修改一下 好,回到页面 再次刷新 好,这就是我们发表微博的时候 这块区域的HTML的标签 我们已经定义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定义 在这一块的下面显示 微博内容列表的这一块标签 好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大的DIV容器 这个容器宽度也定义为500 跟上面的发布的这个文本框区域保持对齐 好 接下来我们就是用一个DIV标签 来呈现第一条微博的内容 首先 我们第一行需要显示用户的用户名 好,我们这里在显示姓名的标签当中先写入com 接下来我们用一个p的标签 用来显示微博的正文 然后再加上一个spam表签 然后再加上一个spam表签 然后再加上一个spam标签 显示评论数 Label标签 用来绑定评论数的值 用括号将它包起来 好 好,我们保存代码回到页面刷新看一下效果 好,我们这里看到 我们的用户的名字跟上面的还剩多少字重合了在一起 这里我们需要修改一下 我们需要在这个后面再加上一个DIV标签 清除浮动 保存代码回到页面刷新 好,我们看到这里 单独的一条微博的内容就显示OK了 那我们需要在外面再加上一个边框 用来跟上面的内容区分开来 设置一个margin top 然后再设置一个边框 好,我们回到页面 刷新看一下效果 我们将这个微博的内容 复制一份 模拟一下这个微博内容的列表 回到页面 我们看一下 这样子我们是很难区分出一楼跟二楼之间的间隔 我们需要在这个DIV当中再加上一个虚线 在这个DIV当中 加上一个bottom 我们回到页面看一下效果 好,这样子就可以区分一楼跟二楼这两个微博内容了 好,我们页面的HTML的结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在编写好了HTML的结构之后 我们就需要来把ViewModel当中的这些属性绑定到HTML的结构当中去 首先是我们这个文本框 我们写入DataBind Value 我们刚刚定义的 CorrentMessage 注意这里需要加上 跨弧 因为它是一个方法 CorrentMessage当中的Content 好,另外在我们Bottom这个发表 我们这里还需要再加上一个状态 显示发表中 而这个Level它显示 只有在 我们在ViewModel当中定义的 这个IsSendMessage 这个属性为True的时候 我们才显示它 Visible 而我们的这个发表 Visible就是不在SendMessage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们在定义这个发表的事件的时候 Click SendMessage 发表一条新的微博 发表一条新的微博 这个方法 第一步我们需要设置 SendMessage为True 然后 这里其实是一个Adjax PostData toServer 将数据Post服务端 然后服务端返回一条数据 这个数据显示的是 发表微博的内容是否成功 如果成功则将当前的这一条 也就是我们这里的 CorrectMessage 这个对象 Push到我们的MessageList当中去 如果失败 则提示一条信息 不将这个CorrectMessage的数据 Push到我们的MessageList当中 我们这里 就不模拟Adjax的这个方法 直接将它 Push到我们的MessageList当中 然后最后 我们需要将 IsSendMessage 还原为False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会看到 首先发表的这个按钮 会先隐藏 然后这里会显示 Label的发表中 Push成功之后 将那个CorrectMessage Push到MessageList当中之后 我们这里的发表中 这个Label会隐藏 然后我们原本的 这个发表的按钮 会重新显示出来 我们绑定好了 这个发表的区域 接下来我们绑定 微博列表 Label也就是我们当前定义的这个MessageList spam 标签当中绑定发表人的昵称 html 我们这里需要写到 detail当中的account 好我们拷贝这一行 接下来我们要绑定的是微博的内容 也就是detail当中的content 发表的时间 我们刚刚在编写html代码的时候 已经给它留好了一个标记位 就是这个label标签 create time 评论数 这里我们需要写到 replaylist 等 dance 好我们绑定代码 好我们绑定好了微博的列表 那么我们来重新把send message当中的内容补权 send message也就是我们发表这个微博的内容 这个事件 那我们这个事件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 定义一个message entity 也就是我们要发送的这个微博体的内容 我们这里需要使用这边我们定义的message entity 这个function等于newmessage entity 第一个参数message detail其实也就是我们这边定义的self-correct message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replaylist我们是发表一个新的微博体 所以我们这个replaylist是一个空的数组 好接下来我们需要将这个数十关好的message entity push到我们所定义的这个message list push 好我们保存代码 回到页面 刷新 第一条微博我们照例写入hello world 点击发表 好我们这边看到tom也就是我们的用户名 接下来是微博的内容 然后是发表的时间 接下来是评论术 我们再发表一条 就是说 Hey Jerry 点击发表 好我们这边看到两个都是Hey Jerry 而我们第一条发送的hello world的内容已经消失了 那我们这里需要回到代码界面 重新编辑一下 也就是我们这边的content 不能去observable 去监控它 而在这边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一个selfmessagecontent等于po.observable 我认为空字符传 这里 self点 然后我们需要在上面的html的部分 将这里的value更新成messagecontent 我们保存代码 另外我们为了验证刚刚我们这个insendmessage这个标记位的作用 我们在这里用alert打断它 然后看我们的效果 我们回到页面刷新 照例输入hello world 点击发表 好我们这里看到 其实我们的这个发表按钮是隐藏掉了 然后发表中 这个标记位显示的出来 点击确认 我们这个发表中的状态又隐藏了 然后发表的按钮重新显示出来 好 我们这里还需要再给text error绑定一个change事件 用来计算当前还剩下多少字可以输入 写入event这个关键字 change 定义这个方法为MessageContentChange Self的MessageContentChange的一个function 当前的这个输入的数量 current count 等于 我们定义的MessageContent 这个属性 的长度 然后 我们刚刚定义的 还剩多少字 这里需要新增一个属性 叫做remind count 先把这个绑定在币标签上 在viewmod当中新增这个属性 初始的时候我们设置为0 然后我们在MessageContentChange 方法当中 重设这个属性的值 用140减去currentContent 也就是当前输入的这个字数 好 我们保存代码 回到页面 我们刷新 输入 hello world 点击发表 再输入一个 hello Jerry 点击发表 mission complete 好 我们这个模拟微博首页的一个简单的页面 开发 就是这个样子 来总结一下本节课的内容 我们本节课其实就是在上一节课定义好了核心的数据模型之后 去编写对应的HTML的结构 然后去绑定ViewModel当中的属性 以及一些事件 然后开发完成了我们这个类似于微博首页的这么一个简单的页面 本节课结束之后 我们这个Knockout从入门到精通教学视频呢 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希望大家在观看完了这些视频之后 能够真正的把Knockout这个框架应用到实际的开发过程当中 去帮助你们提高开发效率 以及提高那个项目的可维护性等等 如果大家还有一些关于Knockout方面的问题 可以加我的微博 可以私信发给我 然后我也会回答大家的提问 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微博 微博的名字 好 那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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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